昨晚,坐镇主场的申花迎来了昔日就帅曼萨诺率领的贵州制成,结果申花被贵州制成吊打,最终以0比3的大比分落败,在近五轮联赛遭遇了三场败仗,不仅争夺亚冠武旺,而且还慢慢轮为宝级球队,所以赛后也是被球迷痛批。 整场比赛的焦点在于申花球员曹云并对于昔日恩师曼萨诺的怒喷行为,当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时,申花后卫李韵秋在防守中犯规,随后曼萨诺随即向主裁判张蕾提出抗议,李韵秋也马上示意自己并非有意,同时向曼萨诺致歉。 无料这时,突破曹云并出现在曼萨诺跟前,并在嘴里吐出一堆内似国骂的词语,连曼萨诺自己都愣住了。 曼萨诺在直叫上海申花时,还一度激活过曹云并,可是这次曹云并竟然怒喷昔日的恩师,简直太不尊重长辈了。 其实在以往,曹云并给人的感觉都是沉默寡言,虽然偶然在场上动作会过大,但很少做出这样不尽的行为。 不过他跟队内的最大排特维斯的关系一般就是人尽皆知的。 在本赛季对阵复利的比赛中,特维斯连续三次空位都遭到曹云并的漠视,让刚刚复出的特维斯无比尴尬。 虽然,他贵为上赛季的中超过人亡,但在舍门完成最后一击,却是他的弱项,作为根保基地出来的球员,他也表示自己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听当时恩帅徐根保的话。 谁知道那时候天天跟我们灌输,怎么提怎么传,让我们回去想。 但那种年纪的小孩子,不会去想的呀。 他让你训练的时候卖力一点,话是没错,但你不会真的去听呀。 那种年纪之间,我看到你印尺的信员回航地雷尖。 我来说你是否取的注意词明。 我可以出来看到我们的词明。 我去看它你的词明。